夫情至义区 文辩书数 莫不因情立体 集体成是也 逝者 成立而为至也 如激发始直 见躯吞回 自然之去也 原者归体 其是也自传 方者举行 其是也自安 文章体是 如私而已 是以摩金为逝者 自入典雅之义 笑骚命偏者 必归艳艺之华 综艺浅切者 类伐运及 断词辩约者 律乖繁入 辟机水不依 稿木无因 自然之事也 是以惠事涂色 文辞尽情 色柔而全马书行 情交而雅俗亦是 容范所拟 各有私将 虽无言符 难得愉悦 然冤忽闻者 并总群誓 其正虽反 必兼解以聚通 刚柔虽疏 必随时而适用 若爱典而恶华 则兼通之礼篇 四下人征公使 执疑不可以独射也 若雅正而共篇 则总亦之事离 是处人愈毛愈损 愈两难得而聚受也 是以阔囊杂体 功在全别 功伤诸子 随事各配 张表奏义 则准得呼典雅 附诵歌诗 则语仪呼轻力 伏习书仪 则楷释于明段 史论续著 则施范于何要 真名卑蕾 则体质于红身 莲珠七词 则从事于巧艳 子寻 体而成事 随便而立功者也 虽负气会相参 结文护杂 辟五色之锦 各以本采为的矣 还谈称文家各有所目 或好浮华而不知时何 或美众多而不见要曰 沉思一云是之作者 或好繁文博彩 深臣其职者 或好离言变白 分毫昔离者 所习不同 所悟各异 言是书也 刘真云文之体是有强弱 使其此以敬而是有余 天下一人耳 不可得也 公干所谈 颇意奸弃 然文之认识 是有刚柔 不必状言慷慨 乃称事业 又录云自称 往日论文 先辞而后勤 上世而不取悦则 即张公论文 则欲踪其言 夫勤故先辞 事实虚则 可谓先迷后能从善以 自尽待此人 律好鬼巧 缘其为体 而是所辨 厌读旧事 故川早取心 查其而意 四难而实无他数也 反正而矣 故闻反正为法 此反正为其 效其之法 必颠倒文具 上字而意下 中词而出外 回户不长 则心色而 夫通渠以谈 而多行洁净者 趋近故也 正闻明白 而常物反言者 世俗故也 然密慧者以意心得巧 苟毅者以尸体成怪 旧恋之才 则执政以欲其 心学之锐 则逐其而施政 事流不反 则文体遂弊 秉资情述 可无思耶 赞约行生事成 使莫相成 吞回似规 使姬如绳 因力惩劫 情采自宁 网配学部 力指寿灵